花蓮抗疫普风养鸡场事件暂时落幕 不过光复乡针对养牛场的业者 目前仍照常动工兴建 泰巴朗汉马佛部落在23号下午再度邀请相关单位置办公听会 活动召集人那么好 牧师表示第一次公听会大部分都是以中文说明交流 让部落齐劳长辈有听没有懂 因此除了置办为部落族人做说明 也在一致重申反对的立场 反对养牛场的抗疫步调旗帜挂满全场 光复乡泰巴朗与马佛部落反对养牛场公听会 部落族人用主语轮流发表反对的意见 有两大部落头目 种种种移力与问题 部落族人在会中再度提出 因日前首度正式的说明会上 部落齐劳长辈受限于不安中文说明而听的一知半解 因此泰巴朗与马佛部落今天下午自办反牛场的公听会 对于当初宪府允诺要求业者停工 目前坚持作业却仍如火如荼的进行 引发部落的反弹 因为公听会主办方一开始就表明 针对大家所提出的意见与关注养牛场的各项问题 现场都不做任何的答复说明 也让与会的县府农业处 三公所相代表以及县议员也只能坐着干瞪眼 活动召集人那么好阿让牧师进一步表示 除了会整族人意见 提报县府等相关单位 也再次重申坚决反对养牛场的立场 记者时宇蓝光复采访报道